7月16日,著名影星任达华及梁勇琪、杨采妮等一众演员 在帝都酒店出席电影《小Q》的慈善首映里 饰演视障人士的任达华,透露为了和狗狗培养感情方便拍摄 曾经把戏中主角导盲犬布丁带回家住了三星期 共同拍了一个多月的戏,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更动静表示,如果不停退役后,希望将其带回家收养 她的眼睛就看着我,我们两个马上会注定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感情很深厚很深厚 她现在是等完全为了那个实际人士去服务她 我也希望她能够永远健康 我会等她八年,八年后她推出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把她搭回家里 梁勇琪与杨彩妮是相识二十多年的好姐妹 而这部戏是两人在电影上的首次合作 但谈起今次同台合作的感受 两人到尽开心之鱼,却也略显有遗憾之意 我们这部是第一部一起拍的电影 对啊,认识那么久,一起拍戏 对,所以啊,但是很可惜我跟你完全没有共同的戏份 好像只有一场 对啊,很少,而且那场还挺伤心的 最近,梁勇琪被拍到疑似有身孕 今天,问及事实与否 她当即否认指,只是吃得太饱 有报道映导,好像有,不知道是幸福肥啊 请问她的脂肪在哪里,完全没有 那就是我刚吃饱,好不好 对 对 就这样 所以,美国真的是有没有 没有美长得的这些东西就是吃太饱了 OK 好坏啊 非凡娱乐,时时报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